我们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要念到23岁 或是22岁才大学毕业 以年龄来看 24岁25岁才拿到第一份工作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是说 我们台湾是不是念太多书了 欢迎各位观众来到 大家好 我们请报财经台 我是主持人列建宗 那么我们都知道 这个我们鼓励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叫做教育是百年大计 当然也有人这样说人才治国 那么当然人才要怎么出现 当然教育富裕很大的使命 要有好的教育 那么一个国家好的教育政策 好的教育系统 好的教育制度 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训练出好的人才 那么可以为国所拥 为民造福 好 但是教育 现在现行台湾的教育制度 好或不好 到底我们又如何去借进 国外的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我们去能够学习 那么如何能够在我们台湾本岛内 能够真正创造人才呢 我们先进一段VCR 待会我们请一些专家学者 来跟各位做深入的讨论 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之下 人才培育成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 首要条件 为此教育部提出 顶尖研究中心计划 和教学卓越计划 希望改善台湾高等教育环境 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尤其在面对全球化的竞争 究竟优秀人才的定义为何 有竞争力的人才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面对未来的教育发展 台湾应该拿出什么样的因应对策 值得探讨 欢迎各位观众回到我们醒报财经台 那么我们刚刚谈到 今天我们想focus在所谓的教育的部分 所以我们会请到一些学者来这里 当然也强调人才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里会有人事顾问公司的 高阶人士来跟各位来探讨 我们所谓教育人才的关系 好 我们今天首先请到 我们台北大学EMBA的执行长 我们气管系的教授 陈教授 陈达欣教授你好 聂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二位我们请到 我们人事顾问公司的总经理 也是医科人事顾问公司总经理 陈一芬 陈小姐你好 陈教授好 各位大家好 好 第三位我们请到 我们台大国际系的教授 卢信昌 卢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想先请我们就卢教授开始 那么您在台大任教 那么这个台大当然是台湾这个训练 大家认为教育的一个最高学府了 那么你怎么看台湾现在的教育现行制度 你怎么去认定给它定位 我想就是说我们整个台湾的教育 的确在每个阶段都被赋予相当高的期待了 各位如果记得在民国五十年代 那个阶段因为整个原子弹加登陆月球 这些大梦 所以实际上整个台湾的这些理工 数理人才的培育是那个阶段的重心 那到整个七年代八零年代 因为整个台湾的贸易 跟其他的这些服务制造等等的 全面开展 所以那个阶段大家对一些 商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 那到了现在21世纪 事实上整个产业的定位 都在重新调整中 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些教育的整个使命 或者是着重点也会在做一些调整 所以比方讲 这几年来大家开始逐渐意识到 把孩子送进这些高纪制体系 然后学会当厨艺等等 未来开餐厅的这些发展路线 事务相当有希望 甚至于我们的这个重点的 十大行业之一 也包括了这个整个台湾餐饮业的国际化 所以我想就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在每个阶段教育的贡献 跟参与的确是算做得不错 另外一个项目当然就会是 大家希望的更进一层 就是在整个高等研究 那高等研究的部分 这几年我们的确也在 每个学校都在做这种 白痴干头更进一步的努力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相信成果会慢慢浮现 但是还需要时间 好 谢谢 那么当然台湾这个 是不是一个这个教育 做得不错的国家呢 基本上我们台湾 有非常高的这个教育普及率 甚至很多高学位的这个教育人士 包括很多的我们说博士 或者是在留学国外的一些人士 都非常之多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其实用量化或者这个数字来看 其实台湾的教育 看起来应该是不错 当然我们希望知道 我们台湾不错部分之外 我们通常说从失败中学经验 到底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我也想要知道 我想也请教我们陈教授 一样在教育这个单位里面 那你怎么去看台湾现在的这个教育 现行的一个状况 是 当然我们谈的就是这个高等教育部分 其实这个台湾人是很满喜欢念书的 那那个感觉上是跟这个韩国是有点类似的 真的喜欢念书 还是因为为求学历而念书 应该是为求学历了 我们不管是我们这个接受大学毕业的人口 或者是这个比例其实都算是非常非常高 我前几天听到这个消息说 这个韩国这个十点以后 如果你在汉城街上看到高中之中制服的话 这个警察可能要去把他抓起来 为什么 就不能让他去补习 因为补习补到十一点十二点 那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补习风气太盛了 那我们台湾其实也有这样类似的现象 就是大家为了要挤进好学校了 不过我想这个 虽然这个几年教改下来 这个大家都可以念大学了 那是我想这个 感觉上我们这个统计上的数字是很好看的 那就是大家念大学了 学校也多了 publication也多了 然后老师的人也多了 但是我想我们当然还是有些问题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资源总是有受到限制了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不仅是被稀释掉了 怎么分配的问题 还有这个稀少性的问题 比如说香港那么多人养了八所大学 那我们现在要 两千万人恐怖要养一百多家大学 所以当然这个产生了这个数值的分配 大学的经费问题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台湾未来 高等教育要讨论的 是 谢谢陈教授 刚才这个陈教授讲到韩国 当然我不知道韩国的教育体力 但是我在美国的第一读博士的第一个 应该说一起这个共同这个研读 每天这个作业一起互操的 这样讲好的一个韩国人 当然最后还是我比较优秀 因为我们这个博士没读完 硕士大尊重 他是哪一个 送了一个硕士回了他的祖国韩国 但是我当然就顺利完成了 重点是我看得出来 他们也是一个非常重教育的国家 从他的言语中 他也是一个在这个韩国有一定资地的 也是一个行政官员在来读的 那么重点我再强调说 那么韩国是不是这么的重补教 也或许是 但是我没有经历过 但是很显然的 台湾是这样子 甚至我在想 搞不好也有过之无不及 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补习教育 是非常的盛行的 从小孩子就开始补教 对 但是这不能表示他爱读书 这个可能家长要要读书 给他告诉他 有读书就有未来 那道博士也不见得喜欢爱读书 没错 没错 就譬如我不能说我爱读书 但我也读了好几个学位 这些学位是不是表示我能爱读书 可能也不是 不过当然读书告诉我们说 一定能够让我们有比较多的知识 能够充电之后有比较好的未来 可能我们受到这样的教育 让我们开始觉得书是一个好东西 而去喜欢它了 而去读它了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不过刚刚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 我说尽量从失败中去尝试 去求进步 刚才我们陈教授提到几个 我觉得还真的是台湾的一些 我们现在暂时看到的缺点 第一个分配不均 其实我要把它强调是供需失衡 台湾这个高教大概从第二次这个人 我们叫做第二次人潮 就在1970年代的时候 为了担心我们的后代的小孩 受教育不容易之后 当时的教育人是教育高层 其实心事好的良善的 希望广开广涉高教学校 广招训练老师 不只是师大在训练 很多的学校里面都还有教育学程 用各种管道多训练老师 结果现在产生的是少子化的现在 产生的供给太多 我们的教育单位供给太多 需求见少 这时候反而产生了在教育里面的一些 已经拿到师资的这些 从流浪老师到现在完全失业 其实我觉得这是台湾教育 当时没有看到未来 而是这种当时为了良善 说小孩子都不读书好可惜好辛苦 为了让他们每人都能读书的这种想法 所造成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刚刚也提到了一个 还有其实很重要就是 我们台湾可能有齐头式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对所有的老师都一样看待这种方式 这种教育可能我们也要做一些讨论 好 那我从这个我们现在人士 就是我们社会中人才 就从教育训练的人才 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这样的教育到底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真的训练出人才出来了 我请教陈总经理 好的 我想教育的目的是在训练人才 刚才提过 那人才是为社会国家所使用 那所以我们谈到的部分是 社会需要什么 学生需要什么 教育在中间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现在我们看大学生是很多 17分都可以上大学 所以我们想说随便这个石头砸下来 就可能砸掉一些可能大学生 maybe不是只有大学生还有硕士生 那我自己看到的状况是说 我们台湾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要念到23岁或是22岁 才大学毕业 那甚至有一些为了研毙 或者是说拿到这个硕士 他要到24岁到25岁才他第一份工作 所以我们来看以年龄来看 24岁25岁才拿到第一份工作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是说我们台湾 是不是念太多书了 就是说以前来讲的话是因为 你可能很多很多这个资讯不发达 那现在是internet的社会 就说一个14岁的小孩子 可能跟以前16岁的小孩子比起来 他们的知识或者是他们的生活的眼光 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以前可能20岁你才出国 现在小孩子六个月就可以出国 而且两岁三岁他们就是已经看过很多地方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念那么多书才可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就是说因为他是齐头士 所以大家看起来都一样 是 所以一样就说我有学历我有学历 所以到后来大家变成有一个门槛 就说我的学历比你高 看起来我好像比你优秀一点 可是事实上在每个工作上来讲 我们讲每一个公司 无论他是什么形态的公司 他都是一个robot一个坑 他不是需要所有聪明的人 是所有非常creative的人 在那个地方才能工作 是 上面来讲他们有点像是作业这个流程 所以不同的人才放进来 当你所有的人才都是希望他是做一个比较高层次的 或者是比较不是那么hands on的 那这些怎么办 所以训练出来的人才跟社会要的match 是有相当大的不同 所以会造成大家有一个误解 觉得我越高学历越好找工作 但实际上来说在社会上的运用 不见得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OK 所以这个当陈总盈谈到一个启示是从很久以前就大家都很重视的问题 就是高学历就一定比较好找工作 这个启示我都一直认为它还是一个谜 基本上像我的角度我会认为比较好找 如果是同样的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高学历的胜算筹码高 所以我们会鼓励学生还是要多读书 不过刚才陈总盈讲得很有趣 就是说读太多书了 这个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太爱读书了 所以我们刚刚陈教授讲的 那么基本上没有办法 因为台湾其实一年起以来 都是一个重教育的一个社会 其实这个也不是都是 我想像我的母亲母亲在南部 他们的亲戚其实在小时候是不教教育的 我也坦白跟各位说 我妈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是不准读的 因为我的舅舅到我家 告诉我妈说不准我读大学 要赚钱读学 读书没用 可是因为我的个性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我太爱读书了吧 所以我还是一样进了大学 我一样赚钱 而且当时这是我的个性 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一路走来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 所拿到的这个赚钱